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再回来教会,一起崇拜 刚刚弘达全都问我们今天回来有什么不同 可能是快了,不用在楼下嘟嘟嘟 但回来都要嘟一嘟 如果你记得,就嘟嘟 其实有一件事很开心 因为我们是35周年 对吧 大家就穿那件T恤 那件T恤原来不只是在教会看到 我一次就去深水埗运动场跑步 谁知道跑步下迎面 有一个穿着35周年T恤的人 走出来 我突然间心里一里 为什么呢 欣福忍 另外一次我又在一间超级市场买东西 很多人排队 排队下又觉得可不可以快点 谁知道又一见到 穿着欣福人T恤的人在排队 心里又来一来 我刚刚想到其实我没有穿着 我只见到别人穿着 心里都醒了 我又没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有谁识透我 其实我们内心有时候外人不知道 但可能有一些表彰 我们原来穿着T恤就是欣福人 还要穿着外出 你一定很爱欣福 跑步又穿着 超级市场又穿着 但是原来有神 我突然说了一个答案 有谁最识透我 就是我们的神 其实识透呢 因为我都知道这里是成人崇拜 所以我用一些斯文的题目 其实谁明白我呢 有谁明白我呢 不如我们一起进入诗篇 看看如果被人明白 或者看透你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的呢 如果是你 你又会怎样呢 其实今天的诗篇是139篇 这篇我是很喜欢的诗篇 不如我们一起去读吧 这首诗篇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诗篇 又可以是一个感恩诗 也是一个讨告诗 又或者学者说是一个监察的诗 为什么一首诗歌 好像有这么多意义 不如我们分四部分 我们首先读一至六节 我们预备请 耶和华阿 你已监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妥饿 你都试察 你又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阿 我舍头上的话 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前后环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这样知识的奇妙 是我不能拆的 至高 是我不能及的 好了 这里是头的四节 描述了诗人的一些看法 是不是 一连串有一系列的动词出现 监察 认识 晓得 知道 细察 心知 一对一对 并且还有场景 坐下 起来 行路 妥饿 他说 我的意念 一切所行的 我舍头上的话 你都知道 你都监察 你都认识 这里这么说是什么 监察 认识 如果我们在原文看到 它是有寻求 熟悉的意思 又有考察的意思 晓得 知道 他很明白的 很了解的 细策和心思 那就是三百八十 不是 是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 怎样呢 看着你 是不是 那就是说什么 认识这个字 全部都了解 知道 看见 明白 即是你什么做过 他都查过 意味着是什么 不是表面那一股 不是肤浅 又不是随便 不是弃的 认识是代表亲密的意思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章四节 原来阿当、夏娃 他们那一章四节 有一天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了 同房这个字 和认识这个字是一个字 即是很有深入的交流 正好似夫妻一样的深入 第二节那里说 无论我坐下我站起来 你都能晓得 我走路我肚子 即是说我无论去staycation 无论在家 留隔离的日子 神都知道 发生什么都知道 他远处已经知道我的意念 即是说 可能有人说我眼尾瞩 一瞩你都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神一直眼尾都不需要瞩 就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没有地域 没有时限 没有界限 第四节那里说 我的舌头所说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即是说什么呢 我未说的话你已经知道了 何况说了那些呢 当他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私人的行动 思想 甚至情绪 他也深知 他熟悉私人 他也熟悉我们 好吗 小时候你妈妈会跟你说什么 我妈妈就会跟我说 你踩起尾 我都知道你想做什么 有没有同一个乡下的朋友 你妈妈也有说 我踩起尾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原因 代表你下一一想做什么 我都知道 你骗不了我 好还是不好呢 可能不是妈妈 可能现在你的伴侣 都是这样说 你不要骗我 你踩起尾 我都知道你做什么 好还是不好 就看看那个人品是怎样 如果你的妈妈是自私的 是无所释从的 是无理取闹的 那好吗 当然是不好 但是如果你的妈妈 是出自爱心的 是提醒你的 你的伴侣也是 怕有些东西对你不太好 所以就告诉他 你小心点 你隔起尾 我都知道你想怎么样 这些伴侣 或者你家人这样说 就是说 其实是空你 还是提你 刚刚说的 就是看看那个人的出发点 神呢 神若果是这样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 认识你 知道你 了解你 究竟 好不好呢 出发点是什么 是的 就很依赖 即是 depends on 你的神是怎样 以及你怎样看神 我们看看诗人有什么反应 我们又读下边的六节 七至十二节 我们预备 请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去 你也在那里 我若躺在阴间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神的翅膀 飞到海的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定压碎我 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来都是一样 哇 诗人怎样反应呢 他怎样看他的神呢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些字 又是出现了很多 就是什么 很多的就是那里 有很多那里 你数一下有多少个 原来他意思是什么 那里 第八和第九节是很平衡的 他说我若升到天上 你也在那里 我若躺在阴间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神的翅膀 可能现在大家想着去哪里飞吧 飞到那里 神也是在那里 第八节 天上阴间 第九节 清神海极 阴间不是代表 有些人已经下了死地 不是说死后的世界 意思是什么 是去到最底 是一个平衡对比 天上阴间 清神海极 什么叫做清神呢 为什么不是下午呢 不是晚上呢 因为日出在哪里 由东方升起嘛 海极有什么意思呢 原来以色列的文化里面 海是最极的西面 即是最阔的地方 天上阴间 即是由最高到最底 就很平衡第二和第三节 就是坐下起来行路妥饿 这个诗篇很平衡 诗篇反应是什么 当他知道神无处不在的时候 或者无死角看着他的时候 他的反应在第七节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原来诗人想怎样 想走路 他是不是真的想走路呢 他说无论他去到最高的处 或者最深的地方 无论诗人去到哪里 其实是什么呢 都不能够躲避这个神 做不到 他去到哪里都躲避不了这个神 都是见到他 因为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去到目的地的时候 神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 可能不知道你在计划去哪个地方 可能你坐飞机的时候 之前神已经在酒店逻辑等着你 前段经文 强调刚刚我们第一部分的一至六节 诗人强调这位无所不知的神 在这里强调什么呢 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问你怕没有 我都是看看你的神是怎样 或者你怎样看神 烦不烦呢 如果你去到哪里都会见到这位神 你觉得烦吗 还是害怕呢 都是看看你怎样看你的神 和神是怎样的 诗人是否真的想躲避神呢 在第一童第六节我们再看回 神是无所不知的 祂知道我所一切的 在第五节那里 诗人说过 祂被神前后环绕他 按手在他身上 环绕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 是绑住他 围攻他 很有限制的 那这个是否是束缚呢 当他知道神完全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害怕还是觉得烦呢 会不会因为神是这么厉害 他怕不是打起尾都知道他做什么 而是怕踩到他的尾 诗人是否害怕还是不害怕呢 在这里我们看第五节 或者去到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诗人本来看到神 祂的神是怎样的 第五节那里说 前后环绕我 按手我在我身上 如果我们看旧约的经文里面 有意味着保护和恥福的意思 在第七和第十四节 神啊 因为你无处不在 我不能够躲避你 不能够向你隐藏 在第十节 祂的神是怎样的 原来祂的神是引导祂的 是扶持祂的 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是扶持祂的 并且在第六节 我们看到祂赞美 祂说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祂赞美神的无所不知 祂赞叹神的无所不在 并且在十一十二节那里怎么说 我若说黑暗必定压碎我 我周围的两江必成为黑夜 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 因为黑暗和白皱 光明都在你里面看为一样 原来在神里面 黑暗和光明 祂都看得一清二楚之余 祂并且能够看穿黑暗 黑暗对神来说是 nothing 没有事的 对祂来说完全阻碍不了神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 私人如何看神 或者神是怎样的 在祂心目中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并且是无所不能 这个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不是要查住它这么简单 不是要束缚住它这么简单 我刚刚说过 认识这个字 好像在旧约阿当和夏娃 那个关系是夫妻一样 是亲密的 是有交流的 不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老师 他点你做事 要你这样做 不做你就怎样怎样 因为这个神是怎样的 祂完全认识我 祂不会误解我 祂不会像你身边 有些人说你坏 那个人就信了 因为祂知道你 祂不会误会你 祂也知道你的需要 祂不会忽略你 更加这个神 那么好 怎样会伤害你 或者伤害我 或者伤害私人 神对我们的完全认识 当然包括我们的阴暗面 包括我们的罪 所以如何 私人 我们逃避 都是人的本性 就好像我们的先祖 阿当夏娃 一犯罪他们会怎样 躲起来 当有些罪存在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逃避神 打算避开他就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更加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好 更加远离神 我都有弟兄姐妹是这样的 可能他们在两性关系上面 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他就更加害怕回教会 很害怕在崇拜里面对神 可能有些事情我们做了 可能为了自己 有些事情我是为自己的利益多些 甚至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方法 可能因为这样 我不敢灵修 我不敢去亲人主 因为我怕到一去到神面前 祂好像会光照我 然后会击打我一样 但是神是否这样 其实两者 很容易有一个看法 令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其实认罪悔改 都是一个恩典 能够认罪悔改 其实是一个恩典 其实你做过什么 神不知道吗 你想那些什么神不知道吗 其实祂都知道的 祂知道你什么性格 祂知道你的出身 祂知道你的成长 你下一秒还没发生的事 祂都知道 可能人知道你 做了一些坏事 或者这样子 祂会排挤你 找人有小圈子 这个人这样子 但是神会不会呢 有些人会说 我越理解你 我们夫妻之间 或者家人之间 通常会这样说 我知道你就是这样 你一世人都是这样的 我看死你是这样的 当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阴暗面的时候 可能我们身边的人会这样说 但是这位神是怎样呢 当可能我们人在地上的关系 我们有一句 因了解而分开的 但是神就是因为知道我们 祂完全理解我们 祂就是接纳我们的位置 分别就是这里 所以刚刚我说 其实认罪悔改是一个恩典 你做过什么 神其实知道的 那你就向神坦白告诉祂 求祂帮助 神不是要来到地上 或者去到你面前 找出你的错处 去计算你的过失 或者你的软弱 其实神是怎样的 你何时愿意悔改 亲近祂 祂就何时赦免你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讲的 约翰一书那里讲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 使清我们一切的不义 不知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安慰和鼓舞呢 我就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朋友去完旅行 不知道欧洲哪里 不是有一些 好像用鸡蛋壳做的装饰物 你有没有见过 是真的蛋 但是画了一些很漂亮的东西 我就放在我床头 谁知有一天下班回来 我看到烂了 它应该不会无端端自己烂的 不会自己爆的 因为我就怀疑 我妹妹做的 应该都是她的 但是我就问 是否你做的 她说不是 其实就是她 其实我很想原谅她的 她只是说 是呀 姐姐我做的 我说没所谓 是蛋而已 以后去旅行就买过 是呀 神都对我们是这样的 其实神不介意 因为祂知道你是怎样 你只需要去祂面前 去承认 祂就赦免 你自己 整个人都不同 你就很容易随时去亲近神 因为你知道去到神面前 神是帮我们 是爱我们的 是带领我们的 神是怎样的 神没有嫌弃我们不得止 仗对我们不离不弃 所以去到这里 私人怎样看神呢 你怎样看神呢 你是害怕祂 觉得祂烦 还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去看第二部分的经文 第二部分的经文 就是我们先读13至18节 好 预备请 我的肺腑是祢所做的 我在母腹中 祢已浮备我 我要称借祢 因我受造奇妙可为 祢的作为奇妙 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索造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祢隐藏 我未承认的体质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 我死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贼上 上帝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 其数何等更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这里再说了 神是怎样啊 刚刚一至六节 无所不知 七至十二节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去到13至18节 你会觉得这位神是怎样呢 他真是无微不至 他的爱是无条件 在第十三节 在和学本看不到 是有因为的 开始的时候有因为 为什么是无条件 为什么是无微不至 因为我是你所做的 我的肺虎是你所做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浮避我 浮避这个意思 是有围住 覆盖 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你已经保护我 好像帮你摆了一张皮一样 第十三节 那里说的肺虎 可能我们以为 就是器官的一种 在以色列里面 是一个神状 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犹太人觉得 神状是代表 一个内心的情绪和情感 因此神不单止 做了我们整个全人 连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感受 都是在他手里面所做 去到这里 诗人怎么样 在第十四节 他说 他为什么要称赦你呢 他就是称赦这位神 神怎么看我 原来他看我 为创造的时候 是奇妙可畏 这个奇妙出现第二次 第一次出现 就是知识奇妙 不单止神他有智慧 原来我们的身体 在他做的时候 都是奇妙的 其实呢 如果我们看英文 我最深刻就是这样 受造奇妙可畏 都已经很好了 原来看英文 NIV 它就 Wonderfully and faithfully made 就是你的创造 正到不得了 你中学的时候 有没有创过牛眼 有的 举手去看看 跟我们同年代 创牛眼 很厉害 第一次创造就是创牛眼 你创不创得成功呢 因为很难的 很复杂的 很精细的 就算一只牛的眼 也很精细 你会看到 何况我们的人 不是偶然的 不是把东西 熄熄熄熄 就养成一个人 出来的 诗人的重点 不仅是人体这么奇妙 他更加说 神的智慧 和他的大能 我们在第二部分 我们看到 不单止 神看到诗人 在第十四节 他都看到神的作为 那里说 我深深知道的 不单止神知道我 我也知道神 我也知道我自己 因为我们在神里面 是精心结作 我很想有一个影片 播放给大家看 这个也是我珍藏 可能有点质量 不是最好 但希望我们都看到 原来我们真的这么精密 并且神很爱我们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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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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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会否觉得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呢? 祂不单做了我们的形体 祂并且索造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去到这里 我们回到经文 在十三到十四节里面 祂有一个做这个字 做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单只是创造我们这么简单 是有买熟和熟回的意思 祂除了创造之余 祂有救熟 可能刚刚你看过那条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 妈妈可能你特别有感受 但原来你在神里面的创造 是这么奇妙的时候 不单只是 神更加是救熟你 是救熟我们 在第十三节的下半段 有浮备 浮备 刚刚我说的有cover的意思 有遮蓋的意思 并且是有连接的 如果我们在《约百记》十章十四节里面 十一节里面说 它说将皮和肉 连起给它穿上 它的骨和筋完全连落 所以你看到有些其他译本 浮备亦足编织的 生命形成和成长 是这么无妙的 是神编织出来的 到这里 不知道你会否觉得赞叹 原来我真是这么宝贵 和这么特别 和这么精密的 这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更加是无微不知 在第十五节那里 他说当我隐藏被造的时候 我再深处被造 神你已经早已知道了 无论是多隐密的地方 是多深的深处 都逃不过神的眼目 包括你 包括我们的生命 我再说 神来到不是找我们的错处 软弱或者过失 神更加是一个无处不在 并且无微不至的神 祂为了保护 去保守我们 诗人那里 在十六节那里 我未承认的身体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 我尚未到过一天 你已经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冊上面 他同色一切 他连我们未承认的时候 他已经认识我们 神并且祂是怎么说的呢 那个无条件的爱就是在十八节 神的意念何其珍贵 祂的数目何等得多 所以诗人说 我约数点比海沙更多 什么是神的意念 不单止神的知识丰富 并且祂对我们是关怀 关怀到什么呢 关怀到好像十八节 那里 睡醒的时候 他就仍和你同在 可能我们有时睡觉逃避神 但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睡醒的时候 祂就是我们的旁边 祂就是这样 没有离弃过我们 与我们同在 那我们呢 我们如何回应神呢 如果我们再看PowerPoint 在最后的部分 19至24节 其实整个诗篇 每一句都差不多有我字 出现了47字 除了第12节和第20节 因为那里出现了什么 黑暗和恶人 上帝更加在整个诗篇里面 出现了40字 当然当神是在我们生命 那么重要的时候 那么我们 如何回应神呢 不如我们最后 读到19至24节 好吗 预备请 上帝啊 唯愿你杀禄恶人 你们耗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他们说恶然顶撞你 你的仇敌 妄清你的名 也会说 恨你的 我岂不恨他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恨他们吗 我恨护他们到极点 以他们为我的仇敌 上帝啊 求你醒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哇 本来呢 刚刚之前的诗篇 很美好 很sweet的嘛 但一转 又感激 变了激动 去到这里 其实很多人就说 我不想再读下去 我不是说这篇诗篇 我也很喜欢的 不读下去就好了 就好像happy ending 是吧 但是不单止 因为第一和第二十三字 有一个同样的字 就是监察和知道 可能这个就是诗人 为什么要躲避的原因 在这段出现了很多个字 你有没有留意到 很多个恶 对吧 有恶人 恶言 恨恶 恨恶 恶恶 恶行 读到这里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微不至的神 诗人的反应就是赞叹 惊叹 在这里 这位诗人越来越欣赏这位神 认识这位神 并且越来越想亲近他 可能我们面对现在社会 或者世界局势 都有很多黑暗 很多恶人 可能黑暗的处境笼罩着我们 好像有时候我们呼不出气 走不出的困境 但是这里说什么呢 在神里面 我们能够在黑暗里面 经历神的八咒 是的 刚刚除了很多恶人之外 在二十三二十四节 有一组很重要我们要看的动词 是什么 很熟悉的 我们在第一段诗篇的时候看到 监察 知道 诗恋 看我 引导 原来这里 诗人开始主动和神说 你看着我 你监察我 你查着我 并且他用很严厉的字 一个命令式的语句 第一 二十一节 离开我去吧 他叫什么离开他 他不是再叫神离开他 是叫恶人离开他 他嫌弃恶 他嫌弃这些争护的事 他说我争护到极点 当然私人不是站在道德高地 批判人 他意思是什么 他现在坚决求神看着他 和恶的事割席 一心一意跟随神 他表明自己站在神那边 第二十四节那里说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道路这个意思 我们很熟悉的了 其实包括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 不是单止我们对脚走的路 包括我们人生道路 我们的想法 诗人去到这里 他求神查着他 因为他真的知道他很需要神 永生的道路 他跟神去立盟约 他向神祷告 他将自己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都跟神说 我们有时候真的有很多意念 我们有很多行为 都是神未必喜悦的 但是我们很自由 我们去到神面前 刚刚说过 其实认罪是一个恩典之余 祷告也是一样 有时候你说 神都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要我祷告呢 原来祷告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光景是如何 神很想你透过祷告 去明白自己是如何 是有多需要他 好 当我们知道神那么好 知道神怎么看我们 那又怎样呢 那又怎样呢 我最后面的福 麻烦你 这对是什么呢 一对手套 那些人说 我家里没有洗衣机 所以我会自己手洗衣服 这个也是我妈妈训练我们出来的 所以我去宣教 不担心我手洗衣服 但人们说手洗衣服 手就会很粗 那我就买这些手套 但有时候贪方便 我没有用过 就挂在厕所上 但隔了一段 还可以 挺鲜艺 不是整整齐齐的 去下一张 你看近一点 其实是烂了 其实原来那些东西不用 是会怎样的 是会烂的 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神 我们差紧得够 其实是会烂的 你有没有试过 不单止是手套 你有没有试过是球鞋 高跟鞋 你不穿是会怎样的 脱底的 你穿就好地地 不穿就脱底了 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我们的信不是单止信 我们要走出来 其实不是什么是对你好的 我们怎么可以走神的道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哇 你说人生已经这么沉重 还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的意思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多么爱惜我们 多么接纳我们 但是当我们没有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 我们会交给谁呢 可能是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前途 这些都不是不好的 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 不能够带领我们 不能够看顾着我们 保守着我们 我们为主而活是什么 将心交给神 将心交给他 神说 祂的意念对我何其宝贵 神不是单止带你来世上 叫你受苦上班 又不知想走不走好 或者现在什么又跌了 祂是这样吗 祂的意念对我们宝贵 本来你出生 神对你是有计划的 祂对你是有计划 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同 那如何为主而活呢 如果不是呢 我们在外面呛呛呛呛呛呛 或者只是外面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呢 越来越累 我们最近有个我们自己的退休营 大家都说很累 心很累 因为我们越努力 其实有些东西 可能令我们更加疲累 有时候我们年轻人一代 或者国内有个术语 躺平 什么都不管了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生死的 是超凡脱俗的 如果我们只是理地上的事 我们就会被世界吸引住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说得很好 知识是重要 但是知识解释不了苦难 我们怎样能够为主而活呢 让我们的心归回回神 让我们的心去经历神 是有温度的 是有感受的 我们为主如会可以怎样 我们向神转念 向着祂 可以怎样做 最简单 可能你在今天的诗篇里面 你选一句 你觉得很吸引你的 你这个礼拜 就去默想 或者念了祂 你看看神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 可能你的生活 不是在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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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神的话语 在你心里面 我们要由心开始 我们向神转念 或者你会为一些你紧张的事 去祷告神 不过我也觉得 先不要做事 我们都是背了神的话语 在你心里面 同一句经文 用一个礼拜都去默想 愿我们的生活 开始由一句经文去为主而活 不如这样吧 我们亦都用这首诗歌 我怎能不为主而活 成为我们的祷告 好吗 我怎能够为自己和 因主耶稣为我 因主耶稣为我 提示在诗教 流出宝雪 喜我追过 如此后来永远难报答 那你见生我 在传世之前 你接纳我 在传世之前 谁我并不完全 完全你的自我 有我悲哭,花灰感天 使我生命成為季節 用我們的歌聲成為我們的圖告 是的,神 我們不僅為自己圓活 我們也為自己圓活 我如今在人生活著 清醒基督阿花 祂自愛我,為我設計 我的一切只有神所持 生命甘願願依靠祢的祢 祂自愛我們沒有權利 但我們有權利為祢而活 為祂為祢阿花 我將一切完成生於祢 好,我們真的在這個時刻 將自己的納字交給神 若果當中,我很想由神祢的話語 開始為主而活 並且祢將生命交託給神 你舉手示意 你跟神說 神,我在這裡 我願意為主祢而活 感謝主 我們一起將副歌獻給神 我們一起將副歌獻給神 心想活著 你不再是我 神,神,謝謝你 祝我們的一切 謝謝你讓我們知道 你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 並且無美不自的神 主,我們願意將自己的生命 勸給你 如果,我將一切完成 先與你 Amen 多謝我們的主 大家請坐